是警服门的冲突最为惨烈 很多警察是纷纷被丢出的石块跟宝特瓶击中的 那么很多远警根本是像这个样子完全倒地被抬出来 根据警方所做的最新统计数据 陈玉玲来到台湾这五天 有149名警察受了伤 其中有超过三分之二 都是在警服门前的冲突 而受伤的警察当中 还有两位是两线四星以上的高阶警官 石头宝特瓶骑飞 连被吹倒的铁骑马轮子也被当成武器扔向警察 一线远警的盾牌被抢走 还被拖进去殴打 受伤警察一个接着一个被抬出来 备抬 estan 坐去 坐著 坐著 再再再 要彈一下 彈下去 再再 再彈一下 先彈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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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走開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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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搜陣的行警也遭殃 救護車 救護車 而受傷的警察實在太多 救護車都滿了 根本不夠用 只能躺在地上等救援 不只站在第一線的遠景受傷 上午在徐州路爆發的警民衝突當中 三線一新的文山一分局長蔡倉博 首先掛彩 壓力是不是好 後面就好 後面就好 好不好 後面就好 好不好 後面就好 下午衝突最嚴重的警服們 中正一分局的副分局長薛文榮 為了維持現場狀況 第一時間趕緊站上前線指揮 也受傷 被砸到臉部 鼻子流血沾滿了制服 還揮手要大家安心 從陳雲雷底台到離開 五天之內總共149名警察受傷 衝突最激烈的警服們和北美館 就有119人 以泰北市警察受傷最為慘重 大多數都是被石塊 或是把特瓶砸中頭部 目前都沒有大礙 中天新聞 姚立強 李小玲 特別報導 如此 並非禁止